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救护车被堵在了路上 我哭着祈求将疫情帮帮我 她却冷嘲 又不是什么严重的伤 你知道调动医院的直升机手续有多麻烦吗 自己想办法 当我艰难地背着奶奶走到医院时 她已经不治身亡 我才知道 将疫情拒绝我 是因为她心心念念的白月光回国了 她说白月光救过她的命比我重要 我选择陪奶奶一起离开 知道真相的她 却哭着求我留下来 我亲眼看着奶奶在火光中一点点融化 最后 变成了一个四四方方的小盒子 一场车祸 带走了奶奶 也带走了她养了十年的老狗小黑 一瞬间 我就成为了顾家寡人 虽然我还有一个妻子江疫情 可是 那不是我的家 嗡嗡 手机来电 喂 你奶奶也受伤了 怎么不早说 江疫情与代责备 我沉默一瞬 问道 早说 你就会帮我吗 你什么意思 现在是在怪我 江疫情拔高音调 陈兴文你不要得寸进尺 我多问你两句 你还来劲了 根本不是什么严重的车祸 否则你还能那么活蹦乱跳吗 一点小伤而已 还求我调用直升机 你以为你是成熟 还是势力首富 真没点自知之明 我沉默地听着她发泄 末了 才轻声道 对不起 我不该和你发脾气 刚才那句 我确实戴上了发牢骚的意味 因为 这是一条命 是我相依为命的奶奶啊 但是 在这段关系里 我习惯了低头道歉 江疫情也习惯了 立刻轻哼一声 真不知道 当初我爸妈看上你哪一点 死前非要逼着我嫁给你 没钱没权 还是个瘸子 都说心中有缺 所以身体才会有缺陷 我发现 你真的是缺心眼 下次再这样 我们就离婚 嗯 我轻轻点头 离婚 一直都是我最害怕的字眼 我很爱江疫情 爱到恨不得付出生命 我这样委屈求全 就是想努力维持这段婚姻 可是现在 我却有些迷茫了 和她结婚了三年 我们这对夫妻 却好像陌生人 从不同床共枕 甚至连携手出行 都未曾有过 奶奶曾摸着我的头发 眼神悲伤 乖孙 当年是奶奶错了 我不该答应她父母的要求 让你娶她 否则 我的孙子 怎么会那么委屈啊 她老眼浑浊 滚出来的泪水 让我心碎 可是你明明救过她的命 为什么她还要这样对你 她都忘了吗 想到奶奶 我的眼泪顿时涌了出来 大颗大颗 滚落在手里的骨灰盒上 还有小黑的遗体 我也拜托火葬场 帮我烧了 奶奶是个木盒 小黑则是一个小小的瓷瓶 我抱着他们 小心翼翼地回了老宅 婚后 我就住进了江家 江一晴是个女强人 我就心甘情愿 成为温柔的小男人 我打扫家务 任劳任怨 还经常为他处理一些琐事 但传出去 我却成了妇人区里 人尽皆知的软饭男 只有回到奶奶和小黑住的老城区 这个我长大的地方 我才能有一丝归属感 我要把他们葬在老宅的小院里 也算魂归故里 但刚走进老宅 我脸色巨变 门口居然缓缓使来一辆挖掘机 你们要干什么 我怕惊恐地喊道 忙挡在挖掘机前面 滚开 例行拆迁 负责人不耐发地摆手 相关人员没和你说啊 这块全得拆了 江市集团要建商场 江市 我惊恐地瞪大眼 那不是江易勤家的公司吗 可他分明答应过我 不拆这座老宅 不行 你们谁都不能拆 我咬牙道 我是房主 我没答应 这时 不远处却传来一声利贺 陈兴文 别捣乱 一男一女并肩走来 女人一身修身典雅的职业妆 把那曼妙身材勾勒无疑 他长相堪称角色 不失粉黛 却显得如同出水芙蓉般 清秀美丽 正是我的妻子 江易勤 看到他身旁的男人时 我瞳孔微缩 我曾无数次听江易勤提起过这个人 家里也有许多负他年少的画像 都是江易勤亲手所作 宋清风 他是江易勤从小到大的白月光 是他真正想嫁的人 江易勤说 宋清风小时候就过他的命 但当年宋清风出国留学 江易勤在两年后 被迫接受父母的移命 和我结婚 我没想到 他们居然又重新在一起了 看起来有说有笑 格外亲密 这位就是陈新闻吧 宋清风风度翩翩 俊朗帅气 他朝着我微微汗手 真是不好意思 前天我刚从国外回来 疫情去机场接我了 这才没能帮你和医院协调 但看你这样子 也没什么大碍 真是万幸 我心中一阵抽疼 江易勤是江市集团 当今的执行总裁 在市里也是风云人物 只要他愿意出面 去和医院要求 医院一定会派出直升机 来救我奶奶 这就是他拒绝我的理由吗 我没吭声 江易勤顿时面露不满 清风在和你说话 你别给脸不要脸 和你打招呼 你听不见吗 我这才面无表情地点点头 嗯 你好 一副死人样 江易勤怒骂道 陈新闻 你别一张 我欠你几个亿的臭脸行不行 一场小车祸 就死了一条狗而已 你要是觉得是我错了 那OK 我买十条 还你行不行 不用 我摇头 目光灼灼地看着他 但是这房子 不能拆 你答应过我的 江易勤眉头紧皱 我是答应过你 但你守着这个破地方 有什么意思 现在周边所有地方都要拆 你要当钉子户吗 他吃笑一声 还是嫌拆迁款不够 一千万 我可是顶格标准给你的 都打你卡上了 人别太贪心 我沉默一顺 这两天 我都在忙着操劳奶奶的后事 根本没注意过银行卡 不管怎样 这里不可以拆 我声音沙哑 祈求地看着他 求求你 这里的房子 是奶奶唯一的念想 什么念想 你就是嫌钱少 江易勤冷笑 你果然是个自私自利的混蛋 拆了房子 把你奶奶接走 我给他换一套大别墅 生活得不更好吗 有你这种孙子 真是你奶奶的不幸 宋清风也皱眉 陈兴闻 疫情都是为了你们祖孙好 你别不识好歹 给我拆 江易勤懒得废话 挖掘机轰轰逼近 我慌忙挡在前面 不 不可以 这里是我和奶奶的家 不能拆 滚开 负责人直接推了我一把 我腿脚本就有残疾 瞬间亮枪摔倒在地 护在怀里的小木盒被打翻 那小瓷瓶也碎裂开来 奶奶和小黑完全混在了一起 风一吹 满地的骨灰随之飘散 不 不要 我崩溃的大喊 扑上去慌乱的用手捧在地上的骨灰 骨灰依旧止不住的四散开来 我疯了斑抬手去拦 但却从我指缝中飞走 我从小父母双亡 一直都是奶奶含辛茹苦的养我长大 可是临到她去世 我却连她的骨灰都守不住 奶奶 啊 我悲痛地哭喊只能全下身子 死死护着身下最后那一滩骨灰 江易晴 我哽咽道 你如果一定要拆 就先把我打死 反正我也不想活了 在这个世界上 也没有什么我牵挂的人了 我最爱的女人 此刻心心念念的只有她的白月光 而最爱我的人 已经和地上尘土 风中飞沙融合在了一起 我的疯狂 显然下注了江易晴 她眉头紧皱 你神经病 一条狗而已至于吗 又不是死了亲吧 哭成这样像不像个男人 我没回答 颤抖着手 食指在坚硬的土石地面都挖出了血子 才小心地把一点点掺着尘土的骨灰放回了小木盒里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心神崩溃 整个人心疼到无法呼吸 如果早知道是这样的结局 我一定会多花时间 多多陪伴奶奶 而不是守候在永远不会正视 我的江易晴身边 宋清风脸色难看 问道 疫情 她是不是脑子有点问题啊 她就是这副死样子 江易晴一脸嫌弃 一天天的也不知道发什么疯 她冷笑一声 转过身打电话 看见你我都觉得恶心 别好了 我让陈奶奶来劝你 她老人家一向明示礼 才不会像你这样 为了一条狗的骨灰发疯 我沉默地抱着骨灰盒 从怀里拿出了一瓶药 尽数吞下 我已经没有任何活下去的动力了 江易晴打我奶奶的电话 却无人接通 她醋眉 又打给了秘书 喂 小和 我今天早上 让你把陈新闻的奶奶 接去看房 她现在应该在你身边吧 秘书沉默一瞬 迟疑着开口 江总 您难道不知道吗 知道什么 陈新闻的奶奶 昨天因为车祸身亡 今早已经送去火化了 我打电话时 是陈新闻接的电话 我还以为 这么大的事 她会和您说呢 将疫情美眸睁大 她猛地转身 错愕 后悔 多种复杂的情绪 在她脸上呈现 农药灼烧的巨大痛苦 让我全身止不住地颤抖 我匍匐在地 重重颗粒一个响头 我求求你 我不要一千万 我什么都不要 只要你别拆这里 我做什么都行 你喜欢宋清风 那 我就还你自由 我苦笑 声音沙哑 眸中泪光闪烁 眼神却如死灰般平静 江疫情 我要 跟你离婚 说完这句话 我嘴角一出血 然后在江疫情惊骇的目光中 砸倒在地 我意识一片昏沉 心里不断地重复着一个念头 我想死 奶奶 我想下来陪你 你再等等我 好不好 徒留我孤身一人 我真的不知道 怎么活下去才好 至于江疫情 一想到 她我仍然会心口发痛 我那么爱她 她却从未正视过我一眼 她说 宋清风救过她的命 所以从我们结婚那天开始 她就告诉我 只要宋清风愿意 她就会抛弃一切 和她结婚 以身相许 我无数次眼睁睁望着她 在我眼前一笔笔描绘宋清风的容貌 望着她的眼底 饱含着从未对我展露过的温柔蜜意 我如何承受 浑恶间 我睁开眼 却是在医院的病床上 我心中失望 没死成啊 将疫情冷的脸走了进来 陈兴文 你真是长本事了呀 喝农药 你就非要糟蹋自己的生命吗 再晚送来 一分钟你的胃和喉管就烧穿了 这么大个人了 还那么幼稚 没出息的东西 陈奶奶要是知道你这副模样 她怎么能安安心心地离开 我苦笑 泪水滚落 所以 我去陪奶奶不好吗 神经病 将疫情气得咬牙 谁是主治医生 给她安排一系列的心理咨询 再好好查查 那脑子里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她转身看向我 眼神厌恶 你自己死了倒是轻巧 却把我推进了不仁不义的深渊 现在不少人都以为 是我将疫情对不起你 你才自杀 她冷笑 你这出苦肉计 真是使得好啊 但恭喜你 你的目的达到了 那状老宅 我让规划商避开了 陈奶奶的事我也很抱歉 唯独说到这里 将疫情的神色里闪过一丝痛苦和后悔 那一千万拆迁款 就当我对你的赔偿 我也在成交最奢华的公墓里 给陈奶奶买了一块木地 但是你也要履行你的承诺 将疫情拿出一纸文件放到我面前 离婚协议书 签字 离婚 从今往后 我们再也没有任何瓜葛 我摇头 目的就不用了 奶奶就葬在家里就好 这是她早就和我说过的遗愿 乖孙 奶奶年纪大了 不知道 每天就会撒手人寰 我死后 你就把我埋在这小院里 我想一直陪着我的乖孙子 奶奶怕你一个人孤独啊 我强忍泪水 提起笔 毫不犹豫地签字 但那些财产 我不要 这也是之前说好的 将疫情肉眼可见地松了口气 旋即冷笑 可别了吧 你要是不收 我都怕你有一天又来纠缠不休 你守住老宅 不就是为了多从我身上挂点钱吗 连陈奶奶的死都能利用 还喝什么农药 真恶心 我最讨厌你这副哭哭啼啼的样子 一个大男人 一点担当都没有 不过还好 从今天起 我们再无瓜葛 我勉强笑笑 嗯 未来 祝你幸福 我好多了 我出院了 谢谢江家这些年的照顾 说着 我站起身 将疫情欲言又止 但最终还是吃笑一声 行吧 反正已经离婚了 你以后 别再说你 现在治病没治好 来纠缠我就行 我眼神一暗 我不明白 为什么我在他心里的形象 始终如此不堪 但现在 答案已经不重要了 我只想回家 只想守在奶奶身边 我拖着脚步 一潜一深地走出病房 身后 江疫情的手机响起 喂 江总 当年就你那个小男孩 找到了 我早就知道了呀 不是宋清风吗 江疫情 猝眉 不 是陈兴文 确实是他 下属解释道 我按照江总您说的地址和警局 在附近找了很久 终于找到了当年负责这个案件的警员 他说了一个最关键的线索 当年就您的那个小男孩 腿上有伤 那 那个警员在哪里 我要亲自去问问 江疫情声音都在颤抖 我也听到了他刚才的电话声 但是 我没有回头 对我来说 故事的真相与否 已经不重要了 我只想回家 江疫情 早就忘了我 忘记了曾经 是我就过他的命 我也从来没有在他面前 提起过这件事 我很爱他 非常纯粹真挚的爱 我不希望他为了同情 或是暴打我而委屈自己 和我在一起 这一次也是同样 我选择放手 过去的 就让他过去吧 在我12岁那年 我父母早逝 我一直跟在奶奶身边长大 我们住在城郊的老城区 当初 那里还很热闹 就连江疫情的父母在发迹前 都是住在那片老城区里的 江疫情的父母忙着创业 每天要忙到深夜才回家 奶奶看他可怜 总是哭着找妈妈 便让我放学后 把他带到我家 我们一起吃奶奶做的饭 一起听奶奶讲故事 直到那一天 江疫情失踪了 他爸妈接到了勒索电话 要他们除非交出 刚有规模的公司 不然就撕票 在那个有些混乱的年代 一些人做生意的手段 也是无所不用其极 江家人都快疯了 我也在帮忙找江疫情 当时城郊的周围都是大山 还没有开发 我戴了当时才有几个月大的小黑 还有江疫情的外套 靠着小黑 在山上转悠了大半天 才成功找到了一个小山洞 我躲在草丛里 看到山洞里是一个黑衣男人 旁边是昏迷的江疫情 趁着男人走出来撒尿的功夫 我悄悄摸进去 背着江疫情就跑 但却被他发现了 黑衣男人手里拿着弓弩 射中了我的小腿 我强忍着疼痛 凭借着对山里的了解 把男人引进了一个 不野猪的陷阱里 这才逃出生天 我腿上有伤 又背着江疫情 足足走了一小时 我实在没力气了 把江疫情藏在旁边的草丛里后 我拖着伤腿 在快到家里时 昏死倒地 后来听奶奶说 是小黑跑回家里 把他喊来了 奶奶又去找了警员 他们把我送去了医院 我醒来后 哭着求他们去救救江疫情 但当他们回去那个地方时 才知道 被要迷晕的江疫情 已经被一个小男孩 送到了警局里 现在想来 那个人应该就是宋清风 他也是助人为乐 做了一桩好事 但是江疫情却误解为 从头到尾 都是宋清风把他救出来的 误会很简单 但是却因为这个误会 他就否定了我 那么多年的付出和爱 江疫情只想嫁给他的 盖世英雄 救他逃出生天的白月光 而不是我这个 出身卑劣 无父无母的瘸子 他曾说 嫁给我 是他人生的耻辱 只怕此刻知道真相后 他会更觉得荒唐恶心吧 我打了辆车 回到了家里 老城区已经被拆迁得差不多了 我家老宅周围的房子 更是已经全部拆空 一片狼藉的废墟上 只有孤零零的一幢低矮平房 我拖着病腿 在老宅的小院里挖了一个坑 把奶奶和小黑混合的骨灰放了进去 最后堆成了一个小小的土堆 我立了块木牌 写上奶奶的出生年月和死期 还画了一个小小的狗头 一切弄完后 我坐在坟墓旁 无声泪流 看着那小小的坟堆 忍不住苦笑 奶奶 你不是从小就告诉我 农药很危险 一喝就会死吗 为什么 我被救了回来 小黑 你也走了 以后 谁陪我聊天呢 当年 因为我的小腿被刺伤太久 又背着江一勤强撑着 走了那么久的路 被伤到的神经 早就已经坏死 这才落下了终身残疾 所以 从小学毕业开始 我就是个瘸子 被同学们孤立 排斥 没有人愿意当我的朋友 我有什么心里话 都会搂住小黑 和他倾诉 他当然不会说话 但是会在我哭泣的时候 轻轻舔掉我的泪珠 奶奶则会安慰地拍拍我的头 用格外心疼的眼神看着我 此刻 我泪如雨下 但奶奶和小黑都不在了 我回到屋里 打开了那个放药的小箱子 奶奶身体不好 她平常要吃很多药 我记得 其中就有安眠药 最近发生的事情 实在是太多了 我此刻大脑嗡嗡地疼痛 半点睡意都没有 但是从奶奶出事开始 我就没有休息过一分钟 再这样下去 就算不自杀 我也会猝死 已经经历过一次 冰死的感觉 我反而看开了许多 如果就这样放弃生命 到了下面奶奶 一定会揪着我的耳朵 则骂我 我想到了很多奶奶 曾经的愿望 她想看我幸福 想看我真正拥有自己的家庭 拥有家庭是不可能了 但我想 尽量幸福 好让奶奶放心 我刚拿出药瓶 却看到一辆车 猛地踩急沙 停在门口 那辆蓝色的保时捷 我再熟悉不过 是江易晴的 车牌号前两个字母是QF 宋清风 我看了眼 就想关门 等等 江易晴慌张地冲下车来 我 我有事要问你 她神色急切 当年是不是你救了我 我皱了皱眉 但却摇了摇头 不是我 不是你 江易晴疑惑 但是当年负责案件的 那个警员告诉我 她曾经和陈奶奶 一起去山上找回了你 你还让他们 回去救一个小女孩 难道不是我吗 可能 那个警员记错了吧 我牵强一笑 我没有遇见过什么小女孩 也可能 是我说的梦话 毕竟当时你的事情 闹得沸沸扬扬 我当然也很想就回你 但找到你的不是我 真是这样 江易晴难难 可是 那你脚上的伤呢 是我上山时 不小心被捕受家家道的 我低眉顺眼 轻声道 没有其他问题的话 我要休息了 等一下 江易晴突然立合 这是什么东西 江易晴一把抢走了 我手里的药 她气得脸色铁青 安眠药 陈新闻你有完没完 又要闹自杀 上次是农药 这次是安眠药 下次呢 你还想干什么 跳楼自杀吗 不是的 这个是我 我想解释 却被江易晴不耐烦地打断 给我闭嘴 陈新闻 你果然是个懦夫 胆小又懦弱 说着 她居然双眼泛红 涌出了泪水 我从来没有见过 这样失控的江易晴 她也从来 没有在我面前哭过 面对我 江易晴始终都是厌恶 和无比冷静的 她憎恶我 只是因为父母的遗愿 才和我在一起 别说在我面前展示脆弱面了 多说一句话 她都不想 对不起 我有些无措 下意识地开口道歉 你道歉什么 江易晴冷笑 我们已经不是夫妻了 你没有必要 因为你的懦弱 再向我认错 果然 警员一定是搞错了 你这样动不动 就要放弃生命 根本没有任何责任心的人 怎么可能会有胆量 去绑匪手里救我 就算不是宋清风 也绝对不可能是你 说着 江易晴吃笑一声 神色讽刺 我居然还真的抱过一瞬间的期待 我以为 那个救我的男孩 真的是你 我想弥补我的过错 想和你道歉 现在看来 你不可能是他 绝对不可能 说完 他扭头就走 还不忘恶狠狠的威胁 你要是敢自杀 我就立刻让人把这间老宅推平 陈兴闻 你活该一辈子 没有人爱 江易晴走了 还不忘带走那瓶安眠药 我神色无奈 这么多年 他一直都是这样雷厉风行的 从来不给我解释的机会 我不想承认当年那件事 就算承认了又怎么样呢 让他继续回到我这个瘸子身边吗 依旧心不甘情不愿 之前是被逼无奈 如果知道真相后 就是出于愧疚心 但永远不是因为爱 当初 江家父母也是出于愧疚 才会在临死前 一再要求奶奶 答应我和江易晴结婚 奶奶当时觉得 我已经残疾 性情又孤僻 很难再找到一个合适的女孩子 结婚成家 她希望我幸福 再加上从小看着江易晴长大 在江家父母提出这件事时 她也没有表露出异议 奶奶便误以为 她也喜欢我 这才促成了这桩婚事 起初我很开心 毕竟能够和喜欢了那么久的女孩 相守一生 是我的幸运 但是现在经历了太多 我也看清了太多了 我要放弃了 江易晴 这个我从小喜欢到大的女孩 和她之前的所有羁绊 就此结束吧 从那天过后 江易晴再也没有来找过我 但是她却强势地 再分割了一部分财产给我 照旧威胁我 不收下 就推了我的老宅 我无奈 也只能暂且拿下 但是这些钱 我捐给了孤儿院 还有许多穷苦的学生 我身上留下的 只有我自己之前工作的存款 整日 过着清贫 简单的生活 虽然残疾 但是好在 我还能靠双手吃饭 偶尔会给一些周刊 杂志投递一些自己写的稿子 也很幸运 基本都不会被退稿 得到的稿费也足够我生活了 期间 江易晴托人把我的东西打包送了回来 其实也没有什么东西 只是一些衣服和杂物 还有十几本我写的日记 我从小都有写日记的习惯 简单整理了这些东西 我才发现里面居然还有一张请柬 江易晴 宋清风 5月20号结婚 还有江易晴的留言 虽然之前和你闹得不太愉快 但毕竟 我们是从小的玩伴 谢谢愿意成全我 我希望 婚礼能得到你的祝福 如果是之前 我一定会难过 会痛苦 但此刻 我只是云淡风轻一笑 便把这些放在了一旁 继续写稿 突然 有人敲了敲我的门 是个笑容甜美的女孩 原来 山川先生那么年轻啊 我看你的文风 还以为你是个老头子呢 你好 我是你的责任编辑谭心童 他笑隐隐地朝着我伸出手 我有些不自然地起身 毕竟从离婚后 已经快两个月 没有和陌生人交流了 你 你好 一番询问后才得知 谭心童这次来 是因为我之前有提过 想要写一部长篇的想法 他刚上任不久 带的第一个作者就是我 在看了我的作品后 觉得我很有潜力 这才上门来找我谈谈 我有些窘迫 毕竟从来没有人这么夸过我 但在他的开朗热情下 我的话匣子逐渐打开了 两个人聊得很开心 一直谈论到晚上 谭心童这才告别 山川 阿布 陈兴文 你的文采真的很棒 一定要抓紧时间写稿哦 不然 我会上门催稿的 好 一定 我笑着白手告别 老城区虽然都拆迁了 但好在公交车还在 送他上车后 我一拳一拐地回了家 谭心童也注意到了我的腿 但是 他并没有露出任何一样的神色 嫌弃 同情 疑惑 都没有 他这样的平等对待 更让我心暖 这段时间的孤独和阴霾 也驱散了很多 当我走到家门口时 却听到新养的小狗 正在嗷嗷叫唤 门口 蹲着一个看上去颇为颓唐的身影 穿着职业套裙 长发披散 看不清面容 你好 请问 我刚开口 那蹲着的人 却瞬间扑进我怀里 死死抱住了我的脖梗 熟悉的香味 让我心中一颤 是江一晴 他崩溃的大哭 气不成声 我一时间有些无措 毕竟从来没有 和他那么亲密过 江小姐 你还好吗 陈兴文 你为什么要撒谎 他却带着哭腔大喊 我 我前两天整理父母的遗物 才发现了 他们和你奶奶往来的书信 还有 家里还有一本 你漏掉的日记 我一惊 因为记录的年份太久 东西拿回来后 我也没有仔细检查 明明就是你救了我 你为什么不承认 书信里 我爸妈还提到了 想给你一笔补偿 作为救命针 但是你奶奶拒绝了 你的伤就是那个时候留下的 为什么 为什么你从来不说 上次问你也不承认 你是故意要惩罚我吗 我错了 我知道错了 陈兴文 你还是爱我的 对不对 此刻 江疫情显然已经崩溃了 甚至 我还闻到了淡淡的酒气 我不有苦笑 你看你现在的样子 自己一直以来看不起的人 其实就是苦苦寻找了那么久的人 很讽刺不是吗 我不希望看到你这种样子 江疫情仿佛抓住了什么 恳切地看着我 那双美眸哭到发红饭肿 显然 在来之前已经哭了不止一次 你一直在为我着想 那你是爱我的 对吗 他哽咽 你的日记里说 你腿受伤了 还背着我那么久 我 我对不起你 当时我被迷晕了 爸爸妈妈也只说 是个小男孩救了我 我在调查了警局的监控后 发现是宋清风 我就和他们说 我找到那个男孩了 我一定要嫁给他 我还奇怪 为什么我说了这种话后 父母却要逼我嫁给你 原来 是我太蠢了 对不起 整件事 可以说就是一个乌龙 江家父母没有过多解释 他们以为女儿 从始至终的都知道 奶奶也是这样的以为的 毕竟江一晴 曾在无数人面前说过 他有一个救过他性命的白月光 都过去了 我轻声道 还没有祝你新婚快乐 下个月 我会来参加婚礼的 不 我已经取消婚约了 我不会嫁给宋清风的 江一晴哭着摇头 你明明知道的 我只想嫁给那个救了我的人 如果不是他 我的这辈子就毁了 当时那个绑匪 根本就没想过要放我离开 爸妈交出公司 他会把我卖了拖延时间 爸妈不交 他就会直接杀了我 新闻 都是我不好 我求求你了 给我一个弥补的机会好吗 他哭着 颤抖着蹲下身 小心翼翼地掀起我左边的裤腿 因为常年残疾 神经坏死 我左脚的腿 都有些不正常的萎缩和扭曲 那猙獰可怕的穿刺伤 虽然经过了那么多年的洗礼 但依旧留下了一大块黑印 当看到那个伤口 江一晴愈发崩溃了 他不住地哭泣 楚楚可怜地恳求我 我们复婚 好不好 之前都是我不好 我不该那样伤害你 我不该歧视你的出身 也不该嫌弃你是个瘸子 你分明是为了救我才受伤的 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望着江一晴与无伦次的道歉 我轻叹一口气 我不想告诉你真相 就是害怕你会这样 我希望你回去好好想想 带着愧疚感的 不是爱 你这样勉强自己 和之前因为父母的遗愿 才和我在一起 没有任何区别 我也不想再回到那种生活中 好聚好散 新婚快乐 说着 我放下裤脚 一瘸一拐地回了家里 不 新闻 求求你 不要走 我是爱你的 我当然爱你 陈兴闻 我头也不悔 关上门 不再去开门口哭泣的江一晴 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离开的 只希望他能彻底释怀 想清楚自己的人生 自己的心之所向 他从来没有爱过我 嗡嗡 手机响了 我看了眼 是今天的编辑谭心童 谭心童 山川老师 写稿子了 今天答应的 今晚写一段 给我拜读一下 我露出笑容 身体残缺没有关系 从今往后 我会尽全力 追逐自己内心的完整 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为自己而活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要忘了 右下角点击订阅 谢谢大家